现在科学技术发达了 除了经书 比经书更方便的光铁 网络 微信电视 要用这些东西来做红发的工作 自己在生活上尽量去接近 不要把花钱的这些钱用在自己 保养自己身体 那就大错大错了 这个身体 活的时间多久 无所谓 多活一天 多替佛法做一件事情 少活一天 那我就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去 多好 不再执着了 不再为身体操心了 一切随它去 自自然然 比什么都好 不操心 这一生当中 一定要认真的 研究经教 跟念佛求生进度 这是我们一生当中 第一桩大事 没有比这个事情更大的了 我们就干这一桩事情 其他的事情 立业社会 立业大众 一切随云随分 一丝毫都不勉强 这样好 这才生活的自在 那么这三种法要原理 为什么呢 因为它能障碍菩提心 应该要知道啊 就像这一桩子里 我一样 就像这一桩子里 就是像这桩子里 我一样 就是这样的